基隆家福中心孩子们深深的感谢 让水让巴黎餐厅老板苏明聪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是又疼惜又开心 两个人也同时送上苏明聪准备的年节礼物给孩子们 位在中正区曹敬公园里面的水让巴黎餐厅 扣除中间两年疫情的影响 今年是第八年在农历年前 由餐厅老板苏明聪免费招待基隆家福中心的孩童们 到餐厅吃饭并且赠送过年礼物 因为企业应该是做个社会企业 举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 那跟小朋友结缘我是认为最开心的 老板的爱心也让基隆家福中心十分感谢 非常感谢苏董事长这么多年来都亲自来参与 那餐点他也亲自研究 然后来发动全体的伙伴们一起来包礼物来做准备 那我觉得他真的充分发挥了社会企业的一个理念 所以他什么都没想时间到了他就找我们 我们就开始找孩子 那我觉得这种发自内心的一个行动 而不是任何有什么形式上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所以每年这档是我们家福每年在年中的时候 孩子最期待的一档 十年来孩子都长大了 一波又一波的来 他每次看到小朋友就说好可爱 他也有亲自来送礼物 非常感谢我们苏董事长 谢谢今天议长的历礼 而应邀到现场和孩子们同乐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卫更是感动和肯定 非常感谢这个苏明聪董事长长期在这个 企业界做的发光发热之外 也善尽社会责任回馈社会 那今天特别感谢 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主任带着我们小朋友来到水洋巴黎餐厅来用餐 总共有89位小朋友 那刚刚我也听说苏董特别准备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礼物 这个我想这个刚好基隆在寒流 这是成为基隆最热的暖流 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的每一份礼物都是亲手 由员工来包装 要送给每一位小朋友 在过年前让大家有一个惊喜 又充满回忆的一个过年 那我想苏董长期在我们基隆市的社会各界 回馈非常多的地方角落 然后回馈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是一个善的循环的代表 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 会代表基隆市议会来感谢苏董 然后来为这个社会做付出 我们基隆市议会身为民意代表 也应该以善的循环作为责任 打造更坚韧而坚实的社会安全网 我想非常钦佩苏董市长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感谢苏董 也跟小朋友做一个最诚挚的祝福 虽然餐厅老板已经为每一位孩子 备有过年礼物 不过非常疼爱孩子的议长童子伟 还是自备一份礼物 增添光彩让孩子们摸彩 而经过多年的摸索 餐厅也特制孩子们喜欢的排餐菜色 让大家提早围炉吃得开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